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擔任主席的共享基金會 與柬埔寨衛生部合作的柬埔寨波羅面省 消除白內障致盲項目 昨天舉行啟動儀式 CY專程來到柬埔寨出席活動 並與柬埔寨副首相恩蔡莉 及中國駐柬埔寨特別傳權大使王文天 共享基金會理事高詠文 總幹事陳英凝 柬埔寨香港商會會長任瑞生等一起 為已經完成手術的病人揭開沙布 讓他們重見光明 共享基金會將與來自中國廣西的 9人醫療團隊合作 未來3年在當地免費進行1萬宗滅盲手術 我揭柬埔寨的老太太問她 她說你失明了幾年 她說兩年 我說你回去之後 你現在復名了 看得很清楚 你回去第一件事 你想做甚麼 你想看甚麼 她說我想回去看她的家人 這些是令人感動的 你可以想像你從自己不能夠 照顧自己不能夠單獨生活 要家人照顧你 你自己可以有自我護理的能力 然後你還可以見回家人 這確是很高興的事 我們這個行動 跟很多其他的白內障行動不同 我們做一個時間幾個禮拜 然後就離開 留下很多失望的病人 我們的做法是去到一個國家位 去到一個國家省區 我們是在那裡停留 以年計的時間 直至到她全國或全省的白內障 致孟的積壓病例全部消除 終結是肝膽相照的好朋友 修起與共的好夥伴 梁正英副主席高度重視對解合作 十分關心和支持柬埔寨衛生事業發展 指導共享基金會長期在解開展工作 在完成棒站審消除白內障致孟行動後 又來到了波羅棉審 這是建行終結命運共同體核心要義的生動體現 期待該項目為柬埔寨更多白內障患者帶來光明 進一步增進兩國民眾的相互了解和兄弟情意 共享基金會派出兩部設備齊全 可於25分鐘內完成白內障手術的流動眼科手術車 聯同廣西九人醫療團隊為柬埔寨人民進行手術 CY和柬埔寨副手術恩蔡利一行人 亦專程參觀手術車內部了解運作情況 中央指出香港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節點 我們做的工作人員也希望突出 這個節點其實不只是做生意的節點 一帶一路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六個字很簡單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這次很高興 我們各個方面的籌備工作都已經上軌道 醫療隊很快就會全速在移動手術車上 幫病人做復命工作 這個一萬病人的數目是相當大的 但是我們做到或一定做到 做到令全省因為白內障致慢的病人能夠復命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功德 感謝我們在柬埔寨有各個方面的顧問 都是義務幫忙我們做事的 感謝我們住柬埔寨大使館的支持 也感謝在廣西過來的醫療隊 我們結合各方面的力量 我們可以為波羅緬省一萬個病人 做一個無償的復命工作 謝謝你們